先來看到屏東墾丁優活勵志度假村的違法經營爭議 屏東縣政府今天派員送出了停業公文 要求優活勵志度假村非法經營的區域呢 即日起停止營業 並且裁罰十二萬 也要求優活做好旅客後續的處理 如果再發現營業將會持續開罰 沒有通過環評就擅自擴大營業場所的 墾丁優活勵志度假村非法經營了十四年 屏東縣政府7號依照發展觀光條例 裁罰新台幣十二萬元 並下令在違法的區域內必須停止營業 我們發了這一個公文以及裁罰以及交款書 那命令他 任令他 應該要停止在非法地區在營業 我們要求他是即可就應該要這樣做的 但是因為有涉及到旅客權益的部分 我們需要他這部分 我們要了解他有沒有辦法去處理這個部分 屏東縣政府也強調會不定期的來稽查 如果日後發現繼續非法營業 將再次開罰 我們會在台北開的記者大概會 那希望會對外說明 目前人只有正常營業的優活度假村 不願多做說明 但強調將會在8號舉行記者會 一次說清楚 聯合報留學社屏東報導 雖 雖 雖 雷 零 雖